新竹棒球場至今 已經封閉超過了一年時間 由今高鴻安一省被判有罪 因此讓外界擔心 新竹棒球場的工程 恐怕持續延宕 高鴻安口中的大祕寶 祕寶沒挖到 走一趟現場附近店家 對於本來期待棒球場 帶來的商機 現在燈都沒有 沒封之前是比較的 後來以後就像是 恢復邻近 後續都沒有進宅 開幕到現在也沒去看過 所以我們現在只能去 大劇端或台中 是蠻無奈的 據瞭解 預計八月份 臺灣省結構集市公會 鑑定報告出爐 確認球場是否有附土過重 等同於確認 有無市府所說 結構安全疑慮 就在市府和營造廠 雙方爭議未解決之前 球場改善驗修工程 持續延宕 但還不只有棒球場 鋼筋水泥拔地而起 新竹市民營井 期盼的國際展演中心 從一百零九年開工至今 高市府上任之後 去年和廠商終止契約 中央議員補助款 被收回 加上展演中心基地 位在精華地段 得重新找廠商投標 相當厚實 展演中心要順利續建 還有的等 行動第一槌 新竹市首座社會住宅 開空祈福活動 被議員爆料 這已經是第二度辦動土典禮 更被質疑是高鴻安愛作秀 但表弟年底要完工 可能遙遙無期 文化部看不到這個展演中心 有這個明確進度的情況之下 就把這個展演中心的相關的補助 來收回了社會住宅的部分 本來在今年底要完成的這個社會住宅呢 我們目前也沒有辦法看到什麼時候有太多的進程 議員喊話代理市長邱承遠 延到的市政建設得趕緊動起來 畢竟時間一天一天過 損失的都是市民權益 三連續的環節 又滾 新竹報道